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分局和花池派出所 近日接辖区王女士报警称 银行卡内108万存款被骗走 经值班民警询问了解到 王女士在家中接到某网络平台电话 称其网购的生活用品 有质量问题需要进行退款 对方为获取王女士的信任 还发送了网购商品截图 并让王女士下载商家发来的退款软件进行退款操作 完成操作后两分钟 王女士点开手机网 银却发现卡内108万存款被悉数转走 王女士很是一惑 自己并没有进行转账操作 钱怎么不见了 于是她立即报警求助 接报警后 何花池派出所高度重视 更及向分局刑警大队汇报和视局反诈中心进行汇报 并迅速启动应急反诈工作 副所长谢涛和值班民警范小军 袁国平带领王女士到某银行王点 会同银行工作人员开展工作 在民警积极沟通协调下 银行负责人联盟向上级银行部门 承请相关授权 经多方查询 民警发现王女士的存款处于购买理财产品后的延时支付状态 故无法在账户余额内显示 此时拥有着丰富反诈经验的民警告诉王女士 如果不是她及时报警 则极有可能收到另外一通冒充公检法的诈骗电话 并以她被电信诈骗为由 要求王女士将存款转移至安全账户 如果诈骗进行到这一步 后果不堪设想 听完民警的分析后 王女士悬着的心放下一半 她舒缓一口气后向民警说道 多亏了 你们反诈工作到位 宣传到位 及时帮我把住了转账官 防止被骗 如果不是你们 我可能就找不回来这些钱了 真心太感谢你们 银行工作人员告诉王女士 目前她卡内存款已处于痊愈冻结的安全状态 在经上级银行 部门审核后 会在规定是县内转制王女士指定的账户中 警方提醒 凡是网购后店家主动要理赔或退款的 很可能是诈骗 接到退款电话后 一定要先向实际店铺卖家核实情况 不要轻易加陌生人为好友 不要随便点击陌生人发来 的链接 不要轻易下载来路不明的软件 群众若是不小心被骗或接到疑似诈骗的电话 请立即拨打110报警